好了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 给你们布置一下家庭作业 每个人的做15个黏土玩具 明天就上来啊 下课 哇 布置这么多黏土作业 这得做到什么时候呀 放嘴中了我还上大游戏呢 我最近在看一部电视剧 还没追完呢 这下更没时间了 哎呀这老师最近越来越够费了 昨天布置10个黏土玩具 今天就变成15个了 哎呀别说了 赶紧坐吧 要不然明天又请家长了 哎等一下等一下 怎么了 你想去我们两个公司 叫什么呢 哎不过我听说呀 学校门口开了一个机器人商店 机器人商店 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他那个机器人可以定制 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的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不做黏土玩具 让他来给我们请家长 你看你那个脑子还不如没有呢 他的意思是说 让机器人来请我上课 答对了 那还懂什么呢 走吧 走 走 走 同学呗 上课了把黏土先拿出来 好 你们干嘛呢 老师我们在玩黏土呀 黏土吗 可是你们手里什么都没有呀 没有吗 没有吗 这不就是念头吗 对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感觉有钱快乐呢 老师他们两个是磁品 啊 磁品什么意思呀 就是不合格的产品 不合格的产品 你们三个这是哪对哪呀 我怎么不明白呀 你准备就是打车的产品 他们两个不是人了 怎么就成产品了 一一一滴电量公主关系 这是什么情况呀 他昨天晚上忘记充电了 充电 为什么要充电呀 没说 机器人当然要充电了 充电 对 我们三个都是机器人 机器人 哎呀 他们三个今天找机器人 代替他们来上课 太火焙了 怎么回事啊 他其同工人 报到了 报到了 他们三个 我要找他们死在那里